好几名消防人员 团团包围着 躺在地上男子 此时他没了意识 情况危急 男子被台上担架紧急送医 把握救援时间 但仔细看一般救护案件 现场竟然有医师 护理师在场 原来一切都是巧合 29号上午台中乌日 临行医院 急诊室医师和护理师 到乌日消防分队交流 过程当中有路人跑进来报案 说对面超伤 有男子疑似触电 双方立刻冲往现场 发现一名54岁男子 倒在电线杆下 研判是急性中风 当场立即处置 并且把人送往急诊室 蔡志宜医师 跟我们苏国系专科护理师 立即马上跟着消防队员 一起去协助救难 然后先帮病人 做一些理学的评估 排除说 还有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 男子送医治疗后 没有生命危险 消防队和医院举办案例交流 碰巧遇上紧急救护 有救护人员 还有急诊室专科医师 堪称豪华级的 街头急救组合 也让男子幸运获救 记者许玉文王百英 台中资访报导